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樣的物業 Kerry看回我們的頻道 似乎剛剛過去的這大半年 拍了很多很多的condo 自己都有點悶了 我們今天找了一個挺帥的 剛剛落成的獨立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特色除了剛剛落成2023年起好之外 它也是一個溫哥華的傳統美區 所以附近是名校林立 這裡走去Lobbing也是20分鐘 開車是4分鐘 而且這裡出兩條街 我們是14街 我們出兩條街的前面 已經是Pacific Spirit Park 基本上再進去 已經幾分鐘就進去UBC了 所以是一個在西區裡面 屬於非常之西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效望和區域 我們今天看的這間獨立屋 這間獨立屋 其實它不是超級巨大的房子 是一個很 boutique 也是standard lock 33 frontage 122深左右 整個size面積是4029呎的一間小屋 它是麻雀須小 誤撞俱全 它有一個很夠用的客飯廳之外 樓上有三間房 樓下也有兩間房 其中一間房 甚至兩間房 都可以當作一個Sepris Legal Suites 然後也有一個電影院 隨此之外 還有一個Lingway House 最後會和大家去看看 Lingway House 都可以出租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參觀一下 另外它的建築特色 都是比較北歐 或者是modern 北歐特色風 所以看到它不是傳統 像隔壁屋那種尖頂 Canadian style 例如這些材料 都是黑色和木色組成的 這些都是金屬 然後上面這些黃色這些 其實也是金屬 全部都是金屬 它是仿木的 所以整件事會有設計之餘 由黃黃色好像仿木 也有黑色 然後也有這些honey board 不是 都是金屬 全部都是金屬 全部都是金屬 變成這個很耐性 大家不需要用很多很多精力去維護 因為這裡全部的東西都是金屬 有大的玻璃窗 兩層 其實三層 然後旁邊的懸崖也做好了 因為新屋 有一個小粗瓶 然後旁邊有些小石子路 這邊也有一塊像窩 作為設計特色 這邊可以走進去通路後面 另外一邊有條闊一點的走廊通道 我們先進去房子看看好嗎 這間屋的門也挺有趣 在回家之前 或者在回家 臨出門前 或者回去都可以照照鏡 很適合我的女士 外面是一塊鏡 很清晰的鏡 但其實裡面是一個玻璃 大家進去看就知道了 單面鏡 對 單面鏡 這些詞詞窮 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在裡面 看出去 簡直是很清晰 只是暗了 點了一點 看前遠 所以作為裡面的屋主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哪個人在門口 不用靠一個小粒 或者靠相機 很清晰 很清晰 我們進來這間屋 其實這一屋 已經全層 都是一個客飯廳 加上家庭的空間 最外面 對著十四階的 就是客廳 這邊還有一個火爐 有一個名牌 這個整個都是凸凸出來的 然後這裡 有一個很大的中島 基本上 中島真的很大 它是兩邊水 下面全部都是處女空間 上面也有很多空間 可以吃三個人的飯 如果比較大 我可以坐到四個人 然後後面就是全屋的廚房 這裡是大量的儲物空間 爐頭 這裡是雙門 雪櫃和儲物空間 這整個牆都是廚房 而廚房這一片的Back Splash 都是跟桌面類似的材料 其實也不同 桌面是雅面 不是光面 摸下去會有些質感 長身的木材會比較光面 和這一個火爐的這一塊 是木材嗎 應該是木材 應該是木材 不是 其實這塊不是木材 這是石鷹 然後這裡和這裡的材質是一樣的 中間的過度位都做了些設計 不是一條條白色的木材 我們可以看看電器的組合 主要都是MIRROR為主 這邊我們看看 廚櫃 它都做到很高 這裡應該基本上是10呎左右的樓底 然後這些廚櫃開得很高 最高的要單堂梯 或者幾級才上去 然後它的特色是整個廚櫃上面 也有多一條新出來的設計 然後也有些小的木材 照著廚櫃 所以你看過去的話 感覺都挺帥 然後櫃底也有做了LED燈 整個空間 這個是比較闊的 這個應該是36吋吧 36吋的6個火爐的爐頭 這座東西的牌子就是MIRROR 然後下面也配有焗爐 上面的抽油煙機也是比較厲害的 類似商品類的抽油煙機 然後旁邊全部都繼續是儲物空間 這邊其實兩邊剛剛沒看 都是有這些櫃桶 有小有大的櫃桶 那Illand這邊的話 小碗碟機就是MIRROR 那樣 這邊也是儲物空間 很多了 然後家還沒完的 繼續的廚房 這邊有比較大的 這個真的很大 這個多少吋 這邊是不是36吋 是不是36吋 48吋 這裡是一個很大的雪櫃 House size的雪櫃 它不是很深 因為它仍在做 counter size 不過它就比較闊 比較大 然後這邊全部是雪櫃 這裡就是冰櫃 然後它整間屋都安裝了 camera security system 放在上面 這邊就是整個 pantry 可以放很多東西 都是直立式的 不用說每次都烏身拿東西 剛剛還沒說的就是這邊 這裡有個咖啡機 是MIRROR 還有這一個是 steam oven 可以製作炮谷 有些水 也可以做到 所以全套的東西都齊了 我們走到這邊 已經到了一個 dining area 廚房佔了一個很大的 portion dining area的話 貼著露台這邊 還可以放到一張 現在是1 2 3 4 6個人的餐桌 都可以走動 要預約一些位置給後面雪櫃 然後前面就是family room 有沙發 還有它也做了很多 built-in的櫃 這邊有個窗台位 同樣跟剛才那塊 fireplace wall 一樣的材料 是quartz 然後下面就已經做了很多 儲物空間 給大家放東西 旁邊都兩邊 現在掛了畫 但將來可以轉為電視機 上面大家會看到圓形一個個 其實就是它的屋子 製造了聲音系統 可以自動接駁回家系統 播歌 甚至連接電腦等等 這裡還有一個 wine fridge 來到這邊 這是走廊 和旁邊的屋子比較近的走廊 它也做了一個窗去採光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 sink 可以洗手 當那邊的人在煮飯的時候 這邊正在回客 可以在這裡洗手 拿飲料或酒 這邊也有一個 wine fridge 可以放在兩邊 下面也有些空間 剛剛看完廳 現在可以上樓上了 嘩 嘩 我來了 這麼開心 竟然好像去了香港 詹老師 你竟然來了這裏 我買這麼遠的照片 剛才在香港多來多現樓 走來溫光華 不過我不是買夠 我的死活鬼買不起 二拍樓就行 你買得起 可以的 我們溫光華人都在等你這裡 溫光華的朋友未必超級熟悉 但香港 最近還有跟香港緊密接觸的人 應該沒有人不認識 這個標誌的 好 好 這間屋 是呀 我們今天就帶Jimsir來看看 其實剛才Jimsir已經很快走一圈 這些巴桌適合我 是不是 你家裡多不多人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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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誰家 我家 香港家裡只有兩個人 我在美國也有間屋 好 好 我也熟悉北美洲的情況 是的 我們這間屋 剛才我外面介紹了一次 不過很快就說 一些新式的 modern housing 入到來 覺得這間屋很光猛 而且在外面 我覺得這間屋和隔壁 很不同 比較新穎 現在溫光華都走前衛路線 可以做一些像北歐風格 或是北歐風格 美國風格 更光猛 打通兩邊窗 是的 我又想問一下 通常香港 我做得到溫哥華這邊的培養多 我們大概知道 大家最擔心看看 天花板有沒有漏水 有沒有遮瑕 有沒有遮瑕 窗邊有沒有發磨 如果你作為香港的代表 有甚麼想法 有甚麼想法 我之前在美國住過 屋頂 看漏水 在香港 下面看了天花部水積 在這裏 看看屋頂 有甚麼大不同 看得到屋頂 有青苔生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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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根 進入了那些 蠟青片的位置 即是說 蠟青 蠟青 已經有疏鬆 即是說 要維修 不過 我也知道 在北歐洲 換屋頂也挺頻密的 因為我家剛換完 所以這裏看屋頂 就像這裏 剛剛新鋪 我就放心 不過 都是二十多年左右 二十多年 對 差不多 窗有兩種 有些是耐用 可以到三四十年才換窗 有些二十年左右便要換窗 因為這裏始終溫差大 我們剛才平沉客飯廳 有個全泡 這裏 一直做過 沒有一個 隔水條 沒有隔 可以嗎 剛才我們 可以響過一下花灑 其實這裏 在香港 因為小 少許水 彈到牆 都擔心它流 這裏 地裏大一點 不是水彈得那麼厲害 不過 如果我有少許意見 這裏 都擔心它 擔心它 擔心它 但是這裏 真的不喜歡擔心它 這裏其實很多時 發展商有時都不知道 有些驗完樓 就說 快點補回這裏的隔壁 這裏 還有 現在香港人不習慣 沒有地台水 沒錯 不過香港人到現在 都捨不得 淪水 到現在都改變不了 沒有的 我每一個香港移動過來的 都要提醒 千萬不要在洗手間沖水 是 因為是 沒有去水 沒有去水 而且地板 也沒有拖太多 對 香港人這麼喜歡多地 我當然明白 是乾淨 是 其實如果是乾淨 你不需要再乾淨 我們上樓上看看 這些真榮的設計 玻璃 看到下面靚仔些 舊的一棟牆 說真的 香港沒有收納空間 廚房很多杯杯碗碗都要放在路頭 所以 都不整齊 這些儲物空間夠 都可以收回 明白 這裏有一個好像 像是 Open Den 你喜歡可以放在小狗 或是小狗 或是小朋友的地方 Den 這個字眼 香港人不知道 是甚麼叫Den 我們叫做 Den Den 就是書房 Open Den 就是一個Open Area 其實這個也 叫做Open Den Open Area 比較好 這就是主人房的景 看出去 其實這邊的房子 沒有甚麼斜度 沒有甚麼景 不過都叫做 三便落床 真的 這個詞我們很少用 三便落床 香港人為了三便落床 搞到滿城風雨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打主力場 又有 這個知道 這個知道 現在康城那裏 是嗎 其實這類的房子算大 我們有時見新屋的房子 雖然都做到三便落床 但是沒有那麼 KING SIZE KING SIZE 擺床後櫃 還有這麼闊的空間 其實新屋很難 還可以擺進去喝紅酒 是 這裏是Walk-in 這個主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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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多少層 5層 5層 兩個Double Sink 然後這些儲物空間 這裏兩邊玻璃 有一個 這個 桂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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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桂飛江 這裏是桂飛江 那這裏有什麼要注意 香港當不當是桂飛江 要富戶人家 富戶人家 對嗎 還有一個附近坐 這裏適合我爸爸 沖沖娘可以坐下 擺很多東西 這些不適合我 這些不適合我 因為我沒有那麼閒遲 坐在裏面 我們願意快點出去喝紅酒 那就是對 這裏是洗衣機乾衣機 這裏是HRV 很大 貓有時會捐進去 對 其實現在的設計 每間房都是套房 但洗手間沒有剛才主人房那麼大 還有窗 洗手間有什麼要注意 我們提醒一下 無論香港還是溫哥華買家 即是這些水 除了抹乾 新鮮 走出來 那些毛巾就擺好它 很多時候 我看見 很多人在這裏 全都黑了 哦 全都黑了 以前我 美國舊房屋 浴室有部份鋪地毯 哦 是的 即是香港人說 鋪地毯 是的 我前陣子有去過一個客人家看 是比較舊的房屋 浴室是地毯 是地毯 是地毯 抹到一滴水都沒有才踩進去 對 否則會慢慢漏 會煤 會黑 很難搞的 最重要的是 有一件事 香港人不理解 在加拿大 北美洲也是 是木結構 你一濕下去 就是 你自己抹小腎身 整理自己 木結構濕得多些木會煤 是 兩間房向後面 Lingway 挺好 不如去Lingway House 看看 車房那個叫Lingway House Lingway 小心 後巷屋 後巷屋 你保護後巷 後巷就過得不好 後軟屋 Lingway House 小心 後軟屋 是 後軟屋 有甚麼特別 本來是甚麼 後軟屋 以前沒有後軟屋 通常是一個車房 拍兩部車 現在人口越來越密集 很多人要租 不夠住 政府在若干年前 可以讓大家開放 建一間Lingway House 新屋 通常建一間Lingway House 就標配了 一些舊的屋 有些人都會選擇自己 再花錢去改建車房 變成後巷屋 有些人會選擇 有些人會選擇 我們現在帶大家參觀後巷屋 首先去到後軟屋之前 這裡還有一條樓梯 溫哥華法例是法律 可以去做的 除了後軟屋之外 其實你下面都可以做一個出租單位 一樣 他可以走這裏出來 等一下再和大家進去看 好 我們現在先看後軟屋 後軟屋 好像我們今天看的這間屋 後軟屋是33Fontage 122深 即是4000尺左右的Lingway 可以建到最大的後軟屋 就是差不多644尺 644尺 按寫驗開樓是六字頭 三方兩尺 644尺 好像644尺可以分一個平層建 亦可以分一層半 即上面又建一半又可以 這裡還可以建多層嗎 其實旁邊有一個偷位 等一下和大家看看 這間屋是Living Space 門口一樣有Security System 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就看到 這裡有廚房 這裡是否兩房兩次兩廳 一廳 你可以暫時當作兩廳兩房 兩廳兩房 兩廳兩房 這裡還有一個廳 在後面再帶你去 好 這個廳都百多尺 這個廳 我自己的樓 整間屋連廁所連廚房 香港的納米樓 就是這個廳 這個廳可以住人 這裡是不行的 這裡我們建一間後軟屋 當然你有朋友過來 放一張梳化就可以了 但是建一間後軟屋要有標準 我不可以說 後軟屋不斷建五六間房居 大家住在一起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Living Space 大家可以煮食 至少放餐桌梳化 至少要有12呎窗 有彩光和通風等等 然後這邊是客廳的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電器有齊 夠不夠 只差微波爐 甚麼都有 焗爐都有 石碗碟機也有 石碗碟機也有 石碟碟機也有 然後儲物空間也有很多 去到櫃頂 是 然後 這是甚麼 我忘記了 這是地暖和熱水螺 地暖和熱水螺 然後 這是其中一個房間 一樣有大窗 你下窗面就看不到屋 現在還沒租 那房間不用 那房間是貌盛一點 都可以 差了去等多 等多兩年 貌盛一點 對面看不到 好 繼續 這是剛剛看了一間房間 有一個洗手間 稍後再帶你看看洗手間後面的乾坤 好 還有一間房間 有洗手間 還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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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大廁所 還有一個洗手間 對 很棒 對 看到現在你覺得有沒有644呎 對比香港還不止 對比香港還不止 好 後面的洗手間還有一個空間 但是 現在因為它放了很多裝修器材 還有一個房間 所以我就說 你可以當它是半個廳 哦 有偏廳 沒錯 合起來就有644呎 但這裡比較骯髒 就不要進去 對 好 三房 其實可能當廳 因為那房間一泊車 就不會走進來 對 沒錯 看看你想怎樣用 你可以當偏廳 所謂Lingway House 後軟屋 最重要是有一個access 就是後面 對 整條Lingway 還有起後軟屋 都一定要留下車位 不可以在這裏 應該是有規定的高度和幅度 應該是 應該是 要趕回車進來 沒錯 不然沒有車位有很大問題 對 泊車這裏可以拍到 拍到 這條柱有些頂心慘 那邊洗車進來 後面前進去 後面前進去 又可以 兩邊前進去 如果走這邊會比較辛苦 要多拿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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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一間房間 對 其實就是剛才我們看的 裝修雜物房 對 這裏可以拍部車 窄窄地 只要你盡量上來 就可以 不要阻礙到對面出來 就可以了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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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規定嗎 有機會有 有時 這裏建一間 有很多規矩 你又要留下多少 是圓藝面積 比如我這個圓藝 沒有四方 不太闊 不太闊 令它闊 對面 不要種草屁 死了 沒有人知道 這裏就是我們的床 溫哥華可以有床 是的 還買樓不算 算的 現在也算的 現在算的 以前的床 是用來放雜物 或是放那些 冰箱 現在呢 有些新奇的 就是 舊些有 cold room cold room 現在沒有cold room 現在的暖氣系統 這麼好 不用了 進來 這裏是一個大窗 然後是全套廚房 洗衣缸 不用浪衫 不錯 不過香港很多人 還要曬衫 他覺得 殺菌 殺菌 其實 黑月紙外線殺菌 老實說 很多人在街外 出來的 骯髒好企 對著對面的工廠大廈 很近 吹了菌 這邊是房 兩個房 有衣櫃 有窗 這裏都可以 香港不流行 香港是一個個櫃做好 簡直是不會被櫃 對 自己在之後做 這裏門 可以鎖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出租 這裏鎖好 大家不可以互相入侵 自己的私人空間 租客就在這裏 本來是一間大屋 一間居住 現在可以變成三間居住 樓梯下來 還有一個電影房 這裏是電影房 對 電影房 暗一點 有些標誌 有些漂亮的燈條 將來可以安裝一個大的鏡頭 對 這裏是最後一個全居住 我們整個屋都已經看完了 不要這樣說 我們明天還會見面 你這次來的行程很豐富 明天我會跟客 我們今天看完房子 Jim Sir明天會去看房子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多謝你們 Carrie Sell 這裏有一間寶藏餐 一間很老舊 但很好吃 開了很多年的一間 叫金海角的酒樓 這間是我來到溫哥華 第一間飲茶的酒樓 我一進來看 好像很老舊 但食物其實很好吃 還很傳統 會有人捧著點心 走來走去 要不要這樣 要不要這樣 好了 現在開始吃了 我被它碎了吃叉燒酥 是嗎 好吃嗎 挺好吃 是嗎 牛筋 不錯 又不錯 什麼不錯 骨滿滿的骨膠原 需要多點骨膠原 不能聞 味道可以聞 不要笑 一笑就有 粉腸 不是腸粉 它是腸粉 裡面是牛肉 烤得我都很餓 好吃 好吃 我飽了 蛤 茶少數 好 慢慢吃 OK 它的酥又很有酥皮 就是很脆鬆鬆脆 然後呢 裡面的叉燒很入味 有些汁 挺香 哇 清炒也很入味 很激烈 很激烈 我幫你拍些close up 多點認得你 我已經經常被人認得了 不用喝了 大家不要看機制 它現在最常出現的就是溫哥華的水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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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包 這個 這個不是包 有蔥 不是蔥 還有蔥 豆苗 不知道 OK 嘩 很大塊 慢慢吃 那個位置頂住 我叫你不要吃那麼快 我這個排骨飯很大的 打包 我沒見過酒樓的這麼大的排骨飯 是啊 可能小小中 好不好吃 它感覺很滑 很香口 很香 吃得流 對了 今天全部埋單72元 但是呢 其實是我們兩個吃兩餐 這裡還有這麼大的飯 菜 叉燒酥 OK